前平台的总裁 那肖老师现在目前是 凯莉的一心钻石 那肖老师过去在 日商的一个平台里面 也是最高的品阶 在前平台是我们的 绿宝石总裁 那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 肖钻石精彩的分享 我们有请肖钻石 请自行打开我们的 麦克风 这样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 谢谢我们优秀的宏如老师 那各位优秀的凯莉家人 大家晚上好 那我是来自台湾 园林的肖宇轩 那首先我要 感谢宇涵 在应援忌讳之下 遇见凯莉 由于她的聪明抉择 直到机会来的时候 要当机立断 掌握机会 我们才有今天的结果 那我是宇涵 第一位分享的人 那记得当时 宇涵跟 格雷斯三传 通完电话之后 她欣喜若狂的 把我从睡梦中叫醒 喊着说 于轩姐机会来了 她说她昨天晚上 发现了一个新的平台 那公司的背景文化 产品制度都深深吸引了她 所以她当时就跟我讲说 这个平台如果她没有去 她如果放弃了 她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我就说好 那你赶快 你赶快过来找我 我们赶快到南投去找我们的吴校长 来帮我们评估制度 因为校长刚刚讲了 她数学是微积分100分 所以那天下午 我们去南投找校长的时候 那因为一开始资料不是很多 那校长回去 她自己看了很多的视频 在那天晚上 她写了一张制度 一张纸 那并且留下了四个字 我要凯莉传给我跟雨海 那时候我们真的是惊吓到了 那也让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那因为在 因为当时因为前平台的包袱 其实我有一点不太敢 就是放不太开去分享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 会让我想要大胆的全力以赴去分享呢 是因为我看到产品 在我先生的身上的改变 那我先生他是癌症患者 那因为长期服用标靶 导致他的整个皮肤的状况 不是很好 尤其是他的手跟脚的指甲缝 溃烂得很严重 而且他的胃肠的蠕动也很不好 所以他每天都要吃医生开的软便剂 他才能够去上厕所 那当时我收到凯莉产品的时候 那时候我听完我们清清老师的产品分享 我就把我们的早然益生菌拿给他 我说这个产品对你应该会有帮助 那起初他也半信半疑 那可是因为他也蛮听话的 就这样子吃了到第四天早上 他跟我讲说 我跟他讲要大量服用 所以他一天都两三包在吃 第四天早上他跟我讲说 他有感觉他想要上厕所 我说好那好 那你就认真吃 那我们可以慢慢的把我们那个软便剂给停掉 毕竟需要吃多了总是不好 那就这样子 从四月底到现在 他已经几个月都没有再吃 那个医生开的软便剂了 那最好的就是因为他的皮肤状况也改善了很多 尤其他那个指甲那个溃烂的情形 整个都收缩 不会像以前有那种烂烂的感觉 那到七月份的时候 我收到我们的清气片 因为看了那么多的视频 我们都知道清气片是癌症患者的福音 所以第一时间我也是请他 你要认真福 就是每天要认真的喝 至少三到四杯 那我先生他也很听话照做 就这样从七月中到现在 刚刚傍晚的时候 我拉他的手看 我真的是吓到 因为他整个指甲 变得很光亮 你根本看不出来 他以前是整个指甲的缝都是烂掉的人 那个整个 那个怎么讲 整个状况的改善 我们都很惊讶 其实产品的感动 让一个生病的人 他能够去找到他的自信心 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值得 那我很庆幸在人生的下半场 我有机会接触到凯莉平台 我觉得他就像是大海中的服务 我紧抓不放 那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很多人都在找机会 凯莉公司的实力 产品的有效力 还有自动的魅力 都让人 不是外人没办法比的 所以今天在线上的伙伴 你们真的跟我一样是很有福气 接触到这个平坦 人家说简单相信 那相信是一种能力 也是一种智慧 那我觉得真的 在这里我也要很感谢 我们的格雷斯三传 因为每次听完他的 每次听完他的视频 我都有满满的正能量 我也要谢谢我们的五三传 最后我也是要感谢我的团队 因为你们真的是很 很认真努力 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成绩 那最后我也要祝福 线上的伙伴 今天你们有机会接触到 这么棒的平坦 一定要好好地珍惜把握 预祝各位都能够在 凯莉的平坦 实现你人生的梦想跟目标 预祝各位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